9月1号开学日 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新浦国中 关心学生上课的情形 提醒学生中午用餐的时候 不并坐共识也不交谈 体育课程也要适度的调整 锻炼孩子的体势能 其免孩子们能够珍惜 实体校园的生活 健康上学 开心学习 回到学校实体上课第一天 体育课要怎么上 体育老师调整授课模式 锻炼孩子的体势能 我们都用体势能的方式来调整 长期以来 没有在学校上体育课 只在家里 在活动的过程当中 调整他的体势能 虽然还是戴着口罩 把防疫做好 但老师用缓和的方式调整 孩子们的体力 大家都可以非常的试验 慢慢把体力调整回到 以前在学校的状况 关心学生有没有把防疫做好 中午用餐时间 侯友宜耳提面命 叮咛学生吃饭时 不能交谈也不能共识 那中午的午餐 我们特别加了一个隔百以外 当中也特别要求 不交谈 不共识 不分识 饮水机 一定要容器来装 不可以以口就水 以手就水 这些都是新的一个规定 新北有40万个学生 侯友宜强调 落实防疫安全最重要 希望师生一起努力 让家长能安心 把孩子交给学校 让孩子健康上学 开心学习 记者方建凯新北市采访报导